原来的话有一个称名叫什么呀 叫九条龙 为什么呢 因为说首先我们这里的高烟囱特别多 而且它这个煤炭在燃烧的过程当中 由于煤炭的种类不同 而且燃烧的这个步骤不同 那么它会分为冒出来的 比如说有黑色的 有这个青色的 还有什么绿色的 红色的 也就是这颜色是不一样的 就是当时呢 就俗称的是九条龙 就是也就是说讲说 当时太原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污染比较严重 但从2008年之后呢 可以说是国家对于这方面 进行大量的严格监管 就是我们所刚刚的那个高烟囱上面 它都会有一个环保检测标 就是你每天冒的这个烟 包括冒的一些水器 如果有超标的话 那环保局立马都能知道 所以说它现在来讲呢 对于这方面监管比较严